一身令下,正在草场上撒欢的警犬立马安静下来,端坐在训导员身边 镜头前的民警叫徐芳芳,今年36岁的她从事训犬工作已经有15年 工作以来,她先后训练过6头警犬,带领警犬查获各类毒品6公斤多 找到案发现场遗留物证100余件,参与侦办刑事案件400多起 完成重大活动防暴安检1400多次,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2018年,徐芳芳夺得了第五届全国警犬技术比赛搜读科目冠军 这项四年一届的赛事代表了业内的最高水平 她也因此荣获个人二等功荣誉 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付出与努力 除了在业务上多琢磨,徐芳芳表示 对待警犬还需要有爱心和耐心 要像大孩子一样来对待他们,来英才实教 这头犬,因为现在冬天吧,天气冷,它本身是短毛犬 犬舍呢,还是相对咱们家里来说,没有那么短和 而且也没有空调 所以我一般冬天的时候,我会把它带在身边 然后24小时的,让它跟着我,也拆架 警犬,它在这个偷吃的方面,我觉得是有天赋的 因为它会用鼻子,它会用鼻子去找 而且这个技能还是我亲自教的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阴犬质疑 这个是老师傅给我们贯穿下来的 其实就像带孩子一样 就是从小你会慢慢地发现他的天赋 然后根据他的能力去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 回忆为何选择成为一名警察 徐芳芳笑道,是因为小时候受到行政电视剧的影响 希望能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些帮助和温暖 虽然后来没像电视剧那样尽忠万足 但现在他认为,训犬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即便这份职业的特殊性让他和警犬在一起的时间 远超陪伴家人的时间 我一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因为跟犬相处本身就是很简单 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我爸原来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 说这姑娘养这么多年丢了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本身 其实警察来说就是工作就比较紧张 然后休息时间就比较少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本身越是逢年过节越是忙嘛 而且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也得想着就是这个犬怎么办 就是我要是长时间不在的话 然后必须得把他们先安排好了 2019年徐芳芳带的第一头警犬微微离世 三半十四年 即便此前已多次做过心理准备 但这对她而言仍是一个打击 时隔一年再度谈起微微 徐芳芳还是红了眼眶 但她依旧坚定 作为一名民警要承担起这份责任 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实现当初的梦想 这是一份工作 我们要通过这个警犬技术 是要对这个刑事案件 是要有帮助 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是作为一个民警来说 最重要的工作 悲伤是正常的 但是可能我们会 就是以这个为转化成动力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能够让它更适应这个实战的需要 创新一些它的这个应用领域 比如说像我们今年这个反诈的这个案件 能够更多的为咱们这个刑事案件提供帮助吧 这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的实现 我当年的这个梦想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不能忘了 最初最初我的那个梦想